他做出样子来跟人家 你就不能不信 你去看看他的饮食 你去看看他的生活 再去想想这里头究竟什么道理 从这个地方才有误处 这是真正的人生 李老师是在家居士 他有工作 他有收入 他的收入相当可观 每一天过那么艰苦的生活 所有的钱都拿去不失 都拿去做好事了 去弘法立身 都干这去 好老师不但是教我们如法 他要做榜样给我看 我对他才心服口服啊 才真正的听他教会 一教奉行 你们将来教别人 也要如此啊 那么我现在得也吃三餐 这个三餐怎么回事 什么事情呢 人家看到这经上讲的 哎呀 监控法师退步了 这破斋了 实在讲我就没有吃斋 从前人问我 哎呀 法师你这个一天怎么吃一餐两餐呢 我告诉人 这个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说我贫穷啊 我没有饭吃啊 我说我要有钱 我一天可以吃七餐呢 我绝对不拿这个 好像哎呀 我说我是个修行人的这 被这个一年 那我到台北去讲经 就遇到这个现在的图书馆的韩广长 那时候他是我的听众 以后他对我横护持 有一段时间呢 就住在他们家里 这个讲经也是个麻烦事情啊 我是上一届学生对他讲过啊 你们不要以为啊 哦 金讲得好就大发死 金讲得好了走投无路啊 哪个道场都不敢收你啊 这一收你怕什么呢 怕信徒被你拉倒了 都没人敢请你啊 没人敢收你啊 这个居士们发心的时候 把我留住了 所以住在他家里 他到外面就借道场 租道场 租地方来讲经 所以我们没有固定地方 一部华严经 高疗七八个地方啊 真的是七会九处 不止七处啊 也不止九会啊 这个经还是没有能讲远版 这就是没有固定的道场 住在他家里 他一家人说 你吃一餐不行 将来你身体不好了 我们家里担不起责任 一定要我吃三餐 好吧 为了洪法 我们就吃三餐 这三餐怎么样 一餐的量 就是一餐的份量啊 做三餐吃 还是这么多 我在过去吃一餐的时候 吃三碗饭 你看现在一餐呢 吃一碗饭 还是这个量 就把它分开了 就是 那么这个就是 佛法里面讲的 全桥方便 一定要知足 知足你就快乐了 一切无所求 一切为众生 一切为佛法 这个就对了 自己不要有任何了 我给你们说的 这个佛菩萨 的确是 照顾 祝佛呼念 隆天价值 那么你看我现在是 每一年 从1977年 我在国际上红发 二十多年来 现在有一个好处 金钱对我没用 这个很困难 钱对我不起作用 我都不要了 看到钱 讨厌 累赘 所以你们拿来 我都要想办法 该替你们做什么事情 你们不拿来 最好 我没事 拿来是 我都想的 替你做什么好事 所以这个知足常乐 非常重要 用这个方法来调伏其身 你身心才能得安稳 下面经文 你呢 世卫菩萨 于后末世 五百岁中 发于灭世 成就四法 安稳无脑 而得卸足 后面也一样 二十世人 于重宣辞义 二手机言 佛又说一手机 希望我们记住 当 血与 懈怠 你看看 这不是 教你 不应亲近懈怠之人 这一句话 就很肯定的 我们要写写的 要懂得这一句话的深意 越力度窥闹 一切热闹的场合 都要离开 要懂得极尽 要知道知足 能够做到这四点 使人当卸足 二十世尊 既说辞 告弥勒菩萨 言 弥勒 世故菩萨 于后末世 五百岁时 于自 无脑 而得卸足 这是你自己的愿望 在现代这个时代 希望自己这一生 无烦无脑 顺利卸土 除灭一切 祝业障 真正要想消自己的业障 这个业障 作为同学 一定要自己检点 最明显的 你的身体常常有毛病 这是业障 在微细一点 去观察 你身上有气味 这个气味不好闻 业障 业障要消除的时候 你身体一定很健康 一定没有毛病 你身上放出的气味 是清香 是香味 每个人闻到都很好闻 不会很难闻的 业障 一接触就晓得 业障重 那个气味就很难受 所以业障消除的时候 这也通通都没有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 一交奉行 你真做 三个月半年就有效果 你的体质会起变化 你的容貌会起变化 向随心转 所以修行 有没有功夫 有没有成就 瞒不了人的 一借随一看就晓得了 记着这个 消除业障 应当协力 窥闹之处 诸阿兰若 极尽临终 于不应修而修行者 是诸 懒惰懈怠 之处 这个就是 一定要 原理我之时 不应该做的 决定 不要去做 哪些不应该做的 后面经文会想得很详细 这个懒惰懈怠 决定要戒处 所以借当愿礼 但自观神不求他过 你看这再重复 就是提醒你 这个话重要啊 落于铁魔 这个就是安静 就是读处先进 勤修般若波罗密度 相应之行 若与鱼比诸众生等 深深怜悯 多数饶仪 应以无希望心 请尽说法 这个里头 意思很深 很广 今天终点到了 下一次讲底下一段 我把这个说法 我把这个说法